一般认为通过短时间的这样接触快递 被感染的几率很低 在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地区 接收快递呢 我们还是尽量采用这种智能的接收箱 这种来极大的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接触 那么极大的降低这种传播的风险 那此外呢 我们的整个的市民朋友啊 公众啊 也要养成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 如果公众朋友是在家接收快递 那么这个时候在跟快递员接触前要佩戴好口罩 收到快递以后应该妥善的处理好快递的外包装 那么之后呢 要及时的用流水和肥皂来洗手 或者是用手销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如果我们在小区门口来接收快递 那么出门前一定要佩戴好口罩 那么避免人员聚集 妥善处理快递的外包装以后 要及时的用流水和肥皂水洗手 或者是用手销 第三种情形在对于有条件的地方 那么专门有这种快递这种物品的投件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请快递员的将这种物品的放在这个投地箱里 那么这个时候出门前呢 也是要取快递的时候 也要佩戴好口罩 那么拿到快递以后 妥善处理好这个快递的外包装 以后要及时的洗手 还是刚才提到的流动水和肥皂来洗手 或者是用手销 这种情形在持人员水和小葱 Scotagen 的范达 光 杉 Grandm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